好 弟兄姊妹早安 很感谢主 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 外面下好大雨 我说主啊 下雨啊 我已经操练了 主啊 不管 虽然我很希望不要下雨 我说主啊 哪一天下雨都好 就是最好不要礼拜天下雨 上帝说你是个自私鬼 你就礼拜天你就不要下雨 人家礼拜一也不想下雨 人家做生意的人也不想下雨 我说主啊 你掌管一切 上帝你做的最好 让我们操练 我们相信上帝做的都是最好的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看不见 可是上帝的日子计划很长 我们只看到的今天 看到的是昨天 前天 或是预测到明天 但是神看三年 看五年 看十年 看五百年 看一千年 感谢主弟兄姊妹 是的 感谢主 我如何主当 今天来的时候 我现在应该外面没有下雨 我说主啊 感谢你啊 你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今天比较方便 但是主啊 就算下雨 我也要来来敬拜你 是不是 是不是下雨就不用来敬拜神了 当然不是 我说主啊 有时候下雨 正是你让我们考验一下 我们是真的想要来敬拜神 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姊妹 我们都是一群真正要敬拜上帝的人 我们尊重神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你就知道上帝 必回应那些爱祂的人 真正要祂的人 好 那今天 我要突然换到 这个路加福音 那为什么牧师今天突然讲路加福音 因为今天是 我们的新书发表 那其实不是牧师喜欢卖书 因为说真的 书对我 我不靠这个生活 但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从书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这本路加福音是灵修信息 那多少个日子 那我四点多就起床 五点钟就开始读圣经 然后七点钟分享信息 那这些都是上帝在我清晨五点六点的时候 对我说的话 我写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后来编串成书 里面有很多很多信息 那当我 那我们编辑的同工越来越 他用了匯别就这样就好的人生 那我很多的感触 我说主啊 圣经都是永远不改变 而且圣经永远是现在 虽然 它是两千年三千年以前写的 但是很奇妙 圣经的话是永远是现在 而且圣经的话是永远不改变 你知道这时代各样的价值信念不断的改变 健康的资讯不断出来 而且这世上有很多的资讯很多的信念是错谬的 当你跟着这个潮流去走的时候 你以为你抓到了人生 其果过几年以后你发现你错了 其实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健康知识 对不对 你们现在有没有赖 你们一天到晚收到很多健康知识 多到不得了 后来你又发现 哇 很多的错误 过前几年你以为 哇 这是最重要的健康知识 你完全照着它 做了几年以后 你就发现原来你是受害者 会不会世界上也有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你以为它现在教你的 告诉你的是最做好的 你跟着走过几年就发现 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你知道吗 做基督徒多好 我们有一本永远不会改变的 真理就是圣经 从它写成旧约三千年 新约两千年 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 没有一本书从来不用修订版的 就是圣经 不可以改一个字 改一个字圣经就可以丢掉了 我们感谢主 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 上帝的话安定在天 只是我们每一个时代 需要用现代的词语来表达 所以当我们同工把它编写 我觉得很稀奇 很惊讶 我说 哇 他说过去不等于未来 我说圣经哪有等于这样子 后来读了这张 原来路加十三章是讲这个意思 很多时候透过标题 能够让我明白原来神的话 讲的是这个 很多人读不懂 看完以后有没啥啥 所以为什么要推荐你读书 看了以后你就明白 原来这一段是告诉你 他这里有一个 你可以逆风高飞 哇 我觉得主啊 我的同工怎么那么棒啊 他比我这么会读啊 我都读不出这句话来 他怎么读出来了 原来他把圣经的话与真理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现今的应用原来 所以帮助你读圣经 我相信路加福音可能你读过很多遍 可是你从来不知道 原来这一段圣经讲的就是 你可以逆风高飞 原来这一段圣经告诉你的 就是从来生命的盼望 原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说 告诉你 你将不再一样 所以我相信我们自己读 你会从里面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信息里面 那这信息 是牧师很多的讲的 可是他用现代的标题 现代的话语 所以对我们相信 我们现代的应用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给牧道朋友 他们不知道原来圣经是这么棒 有人觉得圣经是很古旧的书 是很宗教八古的书 不 圣经是我们每一天最好的亮光和引导 所以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自己来读 而且非常好的 非常适合现代人读 因为他每一篇每一篇都是短篇短篇 你坐在捷运上面 到了一站 你就刚好看完一篇 所以你就 诶 正好 所以你如果把这几个月 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上捷运就看一篇看一篇 你就不断地领受 每一篇都非常的好 那感谢主 那我们的编辑同工非常的好 他们会试运 像今天我为什么要讲 今天我所得的信息就在166页 他的标题就是人生的优先次序 他把牧师的信息一篇变成三篇 都是短篇短篇的来用 那每一个标题都非常的好 他第二篇里面 有一位爱你的天赋 你比自己想象中的更伟大等等这些 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当我讲完这篇 你就知道这本书非常的适合 也非常的宝贵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好 那我们先来读圣经 路加12章22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重也不收 仓又没有酷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你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及龙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如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花也得花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葫芦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 好 我们这两个礼拜 因为这条圣经很长 很丰富 要讲两个礼拜都讲不完 三次也讲不完 但是问如何 今天读完以后你知道 耶稣今天在处理什么问题 忧虑 忧虑的问题 那根据美国医学研究统计 超过了几千万人的美国人 从15到50 18到50岁患有焦虑失调症 每一年花费在这方面 医疗开始超过几十亿美金 当然不但美国 台湾也是一样 忧虑症的人口不断地逐年升高 据同意 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多的人 就有或轻或重的忧虑症的倾向 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过去一年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年 吃掉多少颗安眠药 三亿三千九百万颗 三亿三千九百万颗 排起来可以 比一条高速公路还差 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焦虑 压力带来失眠 那忧虑 忧郁 已经成了现代人 很严重的问题 成为现代人很沉重的负担 感谢主 耶稣两千年前 就针对了这个问题 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那今天的主题很清楚 就是讲到忧虑 那忧虑它的意思就是分割 忧虑会分裂你的心思 忧虑它具有分裂的特质 它具有毁灭性 再没有比忧虑更会带来不安的东西了 那今天的经文指出 能有一个很大的忧虑 就是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耶稣在这里是说到 经济财务和健康的忧虑 事实上今天真的 环页看起 我们大的忧虑 主要的忧虑 最大的忧虑 就是在经济财务 和我们的健康上面 根据调查 美国人最大的恐惧 他们做问卷 你最害怕最恐惧的是什么 列入很多 后来收集 排名第一名的就是失业 因为失业 马上经济就出问题 因为美国人大部分都是用贷款 或者用信用卡买东西 所以一没有收入 贷款或信用卡付不出来 房子 车子就要拍卖 这就是为什么08年 刺激房贷的问题会这么的严重 那当然台湾也是一样 那几年前台湾有一个 联斗债的问题 有一百多位老人家上街头去抗议 听起来很无奈 有些人是把退休金拿来买联动债 为什么会把退休金 唯一的老本都冒险拿去投资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利息太低太少了 存在银行这一点的老本 都给通货膨胀吃掉了 那怎么办呢 还有十年 十五二十年要过 就这么一点利息 以前还可以勉强靠利息过日子 现在不行了 所以压力很大 很忧虑 所以必须要想个办法 所以一听到有个所谓的保本 又有高利息的投资 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联动债 就全部投下去了 当然结果价格跌了一半 本来想要解决忧虑 结果是什么 忧虑更大 所以今天 耶稣针对这个最严重的忧虑的问题 给了我们宝贵的教导 你一定要抓住 在我继续讲之前 你先要明白忧虑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搞错了 所以我们是无解 解不开 其实忧虑 古希腊哲学家这么讲 他说困扰人们的 请注意 他说叫你忧虑的困扰你的 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他们对事件的看法 所以当你要处理的不是问题 那个有些问题不是你的处理 你先要处理的是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这句话点出了忧虑的本质 不是问题困难有多大 而是你对问题的看法 造成你问题困扰 带来你忧虑的 甚至压垮你的 不是问题的本身 而是你的看法和认知 同样是单身未婚女子 有人可以做个快乐单身女郎 是不是 如果你要看快乐单身女郎 到我们办公室来 我们很多快乐单身女郎 你可以看到他们服侍在主的家里面 多快乐 但是也有人 因为没有结婚 终日忧郁 变成性情古怪 同样面对失业 你可以说周年失业完蛋了 是不是 但你也可以说 天绝无绝人之路 转个弯 可以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开始 在商业周刊 有一篇报道 讲到一个人叫Charles 这个人50岁离婚又失业 真的 在我看来50岁离婚又失业 这个人真是完蛋 是不是 看起来真是这样的 50岁了都还离婚还失业 真的没有前途 没有未来 可是为什么会报道这个 因为后来这个人 奋起 开创了很成功的新的事业 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人他说 他说既然拿到一手烂牌 下面说什么 就要抱持打出好结果的精神 这叫做想法 你也可以想 我既然拿到烂牌 人生就什么 完蛋了 社会对我不公平 他老婆背我 父我 你也可以这样想 是不是 你也可以觉得 没完了 但是你也可以怎么想 我虽然哪是拿到烂牌 所以我要打出好结果的精神 来打完 下面一个要说 成功人生的秘诀 不再抓到一手好牌 而是打好一手烂牌 这是一种想法 所以对他来讲 人生的重点 不再拿到好牌或烂牌 重点是什么 怎么打牌 对不对 这才是重点 如果你一天打完都等着好牌 那你人生是没希望 因为好牌烂牌 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环境时机 不是你能决定的 所以我们当中 或许有人 你真的觉得 你拿到一手烂牌 但是感谢主 今天 你听到了一个想法吗 你的人生的命运决定 不在于好牌或烂牌 在于你怎么打牌 怎么打牌 这就是一个想法 不同的想法 会带来不同的命运和结局 所以看到吗 是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未来 而不是环境 不是你拿到什么牌 决定你的人 说真的 圣经里面很多人拿到烂牌 是不是 亚比斯是烂牌第一 约瑟也拿到烂牌 大卫也拿到一个 不是什么好的牌 牧师 从小长拉厘头 然后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哥哥 生的被压得死死的 他大我三岁 打架也打不赢他 最后我只能跟我妈妈哭说 你为什么要生他 这样子 但是感谢主啊 人生不在于好牌或烂牌 说真的 我学业也不怎么样子 在我二十岁以前 一点看不出 我有什么美好前途 可是上帝已经看到我六十岁 会站在这里讲 所以地方只能 去感谢主 不在于 在你的想法 这一期的国度复兴报 报导的立刻胡哲 大家都知道 出生就没手没脚 请问他拿到什么牌 不但拿到烂牌 拿到超级烂牌 出生就没手没脚 这个人还有什么未来 还有什么钱 可是我们看到他 不但笑得这么开心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笑得他这么漂亮的 没有 他不但这样 你看 他还娶妻生子 真的够厉害的 像他这样的人 还有勇气去追女朋友 他不怕被拒绝吗 所以你知道他生命力有多强啊 他果然还追上了 昨天我在学生团讲到 我说我们当中有几个女生比他太太漂亮的 你说是不是 他还敢生小孩呢 但是重点我不是要讲这个 今天复兴报不是讲他结婚 重点复兴报说 他在乌克兰步道领了四十万人抉择 一出生就没手没脚的人 如果有人说要忧虑 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忧虑的人 可是他从神换了一个思想 换了一个看法 换一个感受 来看他的人生 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样的人 他不是自残行贿躲在家里 流泪哭泣自怨自爱 他摆了出来开步道会 宣讲上帝的慈爱跟恩典 一个没手没脚的人 竟然能说上帝是慈爱的 那个话有多震撼 他在那里宣讲生命的美好跟盼望 难怪他吸引了八十万人来聚会 可能是欧洲历年来最多人的步道会 一个最绝望 应该是最被人可怜的人 去吸引了四十万人 八十万人来 他改变了四十万人的命运 带给四十万人新生命 新盼望 所以给我指明 上帝的话 才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人生 面对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遭遇 每一个问题 带来超然超越得胜的思想 是困扰我们的 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而圣经总是给我们 永远给我们是超越得胜的看法 所以神的话太重要了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把读圣经当作一种宗教活动 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那个无穷的力量 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力量 让你能够永远打不败的力量 一个没手没脚的人 都能够这样的站立的力量 那当然这样的力量 叫你永远不会忧虑 忧郁啊 所以神的话太重要了 当然主今天 对忧虑的教导太重要 所以一定会带给你 胜过忧虑的看法跟力量 那我们先看第一点 耶稣这段神经第一个给我们的教导 就是什么 跟我说一次 不要忧虑 不管你接不接受 耶稣说了不要忧虑就是什么 不要忧虑 最有福气的人就是不要问为什么 就是神说什么就这么样子 因为我搞不懂 上帝你才搞得懂 可是神的话充满了能力 神说有光就有光 连宇宙都是上帝的话 而创造的 所以当你接受神的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运作 可是神的话充满了生命的大能 当你接受 主啊 是的 当然我了解 也不是说这句话叫你不要忧虑 你就会不要忧虑 可是从此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个信念 耶稣说不要忧虑 所以我就不忧虑 当忧虑来了 你要说 耶稣说不要忧虑 这就是一个操练 有一天你会发现 突然你生命里面有个力量 说真的 这位立刻人生这样 他怎么能够活 一定神给他操然的力量 不然他不可能活得这么的精彩丰富 神的话 在你生命里面 一定有一个 供应你超越的大能在里面 所以第一个 当然耶稣后来这段圣经很长 给了我们好多的理由 但是主 我们对神的话 第一先听进去的就是 神说不要忧虑 但是这段起码 给我们三个原因 叫我们不要忧虑 第一个就是什么 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食 身体胜于食 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讲到 所以在这里面 感觉我的同工真的很厉害 我都没有这么想 他说其实他这一章的标题叫做 人生的优先次序 其实耶稣就在这里 你这么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先后 生命在先 饮食在后 身体在先 其实他说 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困难 我们的错误 就在于我们的优先次序错了 我们的眼睛的重点 交注我们的关注错误 所以错误的次序 当然一定会带来错误的结果 你人生错误的追求 当然会带来错误的困难和结果 所以耶稣说 你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人生次序错了 你的重点错了 难怪你带来很多的劳苦 愁烦 那些都是错谬的 不需要的 如果你不调整这个次序 你当然一辈子都活在忧虑里面 在书里面有讲 有钱的人忧虑什么 忧虑什么 他的孩子怎么读书 将来有没有要让他读 没钱的人就忧虑 怎么养活孩子 所以有钱的人忧虑孩子 没钱的人也忧虑孩子 都忧虑 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所以耶稣说要超越忧虑 第一个要了解 你要明白 生命胜于瘾 身体胜于瘾上 有人说 有些人是五十岁以前拼命赚钱 生活饮食不正常 紧张压力 结果把身体弄坏了 那五十岁以后呢 就把赚的钱去做什么 就看医生啊 看病啊 然后花很多钱来养生 我认得一位弟兄啊 他没有信主前 非常拼命工作 又把身体弄坏 所以后来他信了主以后 年纪比较大了 每一周起码要按摩 这个七八个小时 每一个礼拜 光要按摩的钱 就要七八千块钱 真的五十岁以前 他拼命赚钱 五十岁以后 把赚的钱拿去按摩 拿去看病 七八 一个月就几万块钱 来按摩 光按摩就要几万块钱 听起来很可笑 很愚蠢 可是事上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凡吃喝 为衣赏 为生活物质 而伤害生命 身体的 都是无资的 一定得不赏赐 这是本末导致 你的优先次序错了 带来的一定是忧虑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很多的父母 努力赚钱 买房子 孟母三千 要迁到好学区 当然好学区房子 就贵得不得了 大安区的金华国中 因为我在台北 要服事好多年 我就知道 这个金华国中 哇 是大 在拼命挤进去 所以那边的 再老旧的公寓 一瓶都要七八十万 我不是随便只是讲讲 我就真的知道 一个姐妹 为了让她的孩子户口 能够迁进 金华国中的学区 就去买了一个 很破旧 很旧的 一瓶真是七八十万 父母拼命 一瓶七八十万 这么贵 但是就为了要挤进 也拼命挤进去 为了孩子能够上金华国中 当然就希望孩子 能够有好的教育 但是结果呢 父亲拼命赚钱 就没有太多时间在家 因此就成了缺席的父母 父母因为工作很忙 很累 那当然脾气就变得很暴躁 回家看到小孩子的功课不好 就非常生气 我为你做这么多 我这么的辛苦 为了赚钱 你却给我考个满江红 你却给我淘血 太生气就把他打一顿 亲子关系变得恶劣 孩子失去了父亲的关注 陪伴 孩子变得扭曲 这不是本末导致 反食恶果吗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会本末导致 失去了原来起初的目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主从不分 本末导致 一直就把生活 把生命都搞乱搞坏了 没有了生命 再丰盛的食物 有什么用呢 垂死的身体 再漂亮的衣裳 有什么价值呢 没有了婚姻 失去了爱情 亲情 再大再漂亮的房子 有什么用 其实我知道每一个男人 都是这样的想法 我努力赚钱 就是希望我有个好的家 我们能够给我的妻子 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孩子 能够过好一点的日子 这是每一个男人 最起初的想法 就希望我们的家 会变得更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拼命赚钱 努力赚钱 可是后来 是房子是有了 车子是有了 可是却失去了妻子儿子 家庭破裂 我们搞不清楚 我们本来是要这个 结果我们因为 做了这个结果 却失去了我们本来希望 所以主提醒我们 不要跟随世界 世界的次序方向潮流 是错误的 本末导致轻重不分 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我在YouTube上面 看到一个剧 叫做《贞观之治》 里面写的是 水草末年 天下大乱 群雄士气 唐高主李渊 也从晋阳起兵 带着他三个儿子 当然最有名的其中一个 就是李世民 那一起东征西逃 终于统一了天下 建立了唐朝 成了大唐开国第一位 开国皇帝 那百官朝拜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哇 太震撼了 如果你坐在上面 吾皇万岁万岁 李渊终于赢得了天下 他终于得到了天下人 所渴望所追求的 弟兄姊妹你不要笑 其实我们大家不就是追求 你要追求权势 皇帝 还有谁比皇帝的权势更大 你要追求财富 谁比皇帝的权势更大 李渊已经达到了 人生追求的顶点 有谁能够比他更高更高的 他已经达到了 所有人追求的顶点 理论上来看来 那李渊应该是 自得意满 快乐无比才对 是不是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不是我们世人 统统在追求这个吗 达到了这底 应该最快乐的人生 达到我最大的成就了 自得意满 快乐无比才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 不是这样 接着下来 戏剧的一幕 非常强烈在我脑海里 那李世民 为了真太子 发动了玄武明之变 杀了他哥哥 杀了他弟弟 那李渊 非常的悲怅地 对李世民说 我有四个儿子 如今只剩下你一个 他说这就是我得天下的代价吗 哇 这句话太震撼了 我说哇 这个导演还是这个编剧 怎么那么厉害 可以解除这一段来呢 全剧里面就是这一句话 最有价值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不过我告诉你 真的戏剧连起来 真的很深刻啊 前一幕还是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一种的辉煌那种的成就 而转一下 却变成了那一副悲怅的脸 我四个儿子 就剩下你一个 这就是我得天下的代价 我想他里面充满的懊悔 早知如此 我相信没有一个父亲会这样的 得天下要这样吗 其实弟兄姊妹 耶稣早就说过了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 得天下的结果是手足相残 难怪李渊会悲怅的说 这就是我得天下的代价吗 我弟兄姊妹 拉回到我们生命来 如果得房子的结果 是叫我失去儿女 请听好 这可能是我每一个人 我不是说你不要买房子 可是你要不要搞错了 你说我买房子是让我儿女 有好好的有好家 有好地方住你 错了 你儿女重点不是要住哪里 他重点要的是你这个老爸 所以你的次序弄错了 你会满盘结束 从小你就积极栽培你的儿女 给他东补西补南补北补 多少孩子真的很可怜 礼拜一补到礼拜五 礼拜六还要补 礼拜天也要补 终于不复你的所望 他考上台大电机系好了 怎么样 你觉得你很满意 但结果就会叫你的孩子 失去了上帝 值得吗 值得吗 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你的次序错了 一定会带来愁苦忧虑 你不要以为你赢得了天下 主告诉我们 不要跟随世界 世界的次序方向潮流是错误的 你的优先次序错误 一定会带来毁灭的结果 一定会带来忧虑的人生 很多父母 你为孩子的前途忧虑 兄姊妹 你不一定要给他住最好的 穿最好的 当然你能够给他住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不要弄错了次序 你的孩子重点 不再吃什么住什么 不一定要给他去游学 我知道有个父母 真的两父母是薪水阶级 当然他们赚的钱是比较多 可是为了让孩子去游学 一趟就二十万 毫不手软 叫他奉献五万很挣扎 可是让孩子游学二十万 毫不手软 他觉得对孩子很重要 弟兄姊妹 我不是反对去美国 我自己也去富乐读书 可是你拿那二十万 你要花赚二十万钱的时间 说真的还不如 陪你的孩子跟他一起读书 重要的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 陪伴他成长 帮助他建立正确的人格价值 他反而会有最美好的未来 其实我看师母就是这样 跟他结婚三十六年 让我越来越爱他 他越来越吸引我 让我舍不得我 让我爱他的 不是因为他的年轻貌美 说真的 当然他还是很美 但是我说真的 不是这个 再美已经也六十岁了 怎么美法呢 对不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不一定要多美 如果他很美 感谢赞美主 但是他人生的决定 未来幸福美好 不在他美不美 如果美才有幸福 那些电影明星应该最幸福了 离婚最多的就是 那些最美的人 所以你长得太漂亮 很危险 真的 对我来讲 师母一生吸引我的 重点也不是他的学历 拜托到六十岁 谁管你哪里毕业 现在六十岁 还有人问你哪里毕业吗 我告诉你 真的师母这一生 对我最吸引我 也对我最大帮助的 我们一起创造 美好未来 所谓的人生的 其实 他最吸引的 就是他跟神的关系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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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散发出太多美丽 在我生命里面 给我印象 给我最深刻 是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生命 性情性格 他的执行力 他的坚毅 说真的 执行力 显示不出在考卷上面 你再会考试 你考上台大了 但是你不会 对我来讲 师母的执行力 他的坚毅 打不败 不放弃 那才是对我来讲 帮扶最大的帮助 他的性情 昨天我在 正在预约信息 如火如土 他就打开我办公室门 哇 笑得好开心 好灿烂的笑容 他说 你笑容可举的妻子来了 你知道 那个我正在预备 很近 很压 你知道那种 多好玩 我就叫他过来 我就抱他 你知道夫妻 拜托 考上台大电机 也活不出 讲不出这句话来 我要的不需要 他考上台大电机 我需要一个 这样的老婆 John Maxwell 是世界很有名的 领导学者 他有五个孙子 他说他正为他的孙子 建立图书馆 你知道吗 他一辈子 他说他为了孩子 幼稚园的时候 要读什么书 小学的时候 什么书 公训 我觉得太宝贵 一生我们最大的 就是在读书 我们孩子不晓得读什么书 我们孩子不会读书 你知道吗 很可惜 真的 今天实在是没时间了 我已经要结束了 后来 反正 他说他爸爸给他们最好的教育 就是培育读书的习惯跟兴趣 他说对父母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就培养孩子读书兴趣 而自习惯 让他一生都有自我成长学习能力 说真的 这不就是21世纪人才所需要最重要的 21世纪没有一个人读完博士 我就OK了一生了 21世纪只有一个成功的人 不会被淘汰的就是能够继续自我学习成长的人 其实我看我一生也是这样 我是读电脑 我不会很会读书 但是感谢主 我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神从小培养 我阅读的习惯 我阅读的兴趣 虽然从小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骂你的孩子 现在看烂书 我看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书的 水浒传 西游记 我看武侠小说看到屋顶 难怪我留级了 但是哪里知道 上帝就在安排塑造我这个性情 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所以我为什么 我可以讲到 你看我讲到这么多的材料 为什么会有这些 我涉略为什么这么多 那因为我看杂志看书 我的兴趣 我的喜好就是读书 哪里用的 哪里知道 我宁可留级 也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对不对 说真的啊 过了几十年你就知道 原来留级是好的 所以你知道上帝为你安排的 神才知道你的未来 神才知道过几十年你要用什么 说真的 我真的很会读书考试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一辈子学会了读书 成为我生命里面最大 我一辈子都在进步 你知道吗 以前是看书 现在变成出书 所以丢子 百度总裁张爱琴 也是过去微软全球副总裁 他说他选人才先看有我好奇心 他在挑人才的时候 不一定看的IQ高点 更看重 这个人是不是有好奇心 想象力 有会做梦 有判断力 以及他在团队中的工作态度 他说有三种人 他是拒绝往来户 这是抱怨的 负面的 什么是在玩事不公的 丢子没说 我看到这几样 我说我好高兴 因为教会是以上这些 正面特质的培育专家 是不是 教会专门培养这种人才 说真的在教会里面 我们十几岁训练他做幸福小组 训练他去接触人 靠近人 就算被拒绝了 还要一直贴他贴他贴他 贴到把你贴进来 你知道吗 训练他成业务超级高手 让你的孩子从来不怕拒绝 现在的孩子哪有谁不怕拒绝的 而透过这个训练 成为他被一个不怕拒绝的人 他懂得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的 他知道怎么主持会议 怎么发动创造气氛情绪 这才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 感谢主 孩子在这里 不要让他只会 关在书房里面考试考试考试 因为上帝神在我们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需要买贵不得了的 好学区的房子 你不需要一个月花好几万块钱 去给你孩子的补习 我意思是说 你不用为了要赚这么多钱 就耗了你一届的所有 很多台湾男人 为什么不敢生孩子小孩 因为养孩子很贵 是不是 他们说养一个孩子要几百万 上千万 难怪我们不敢生 现在年轻人谁能赚那么多钱 可是我到以色列都怪怪 以色列的物价比我们贵两倍 可是他们都生三个四个 我说他们怎么养 他们不怕养孩子 为什么 难道以色列人的小孩 都养得变得烂的吗 不会啊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是现在世界 这个创 高科技创头 就是创意最厉害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以色列 他们赚的也没有比我们多 他们敢生敢养 我们就不敢生不敢养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们父母知道 培养人才不在于要多少钱 而我们台湾人 先想养孩子就要很多钱 所以我们不敢生不敢养 其实完全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神的话才是最宝贵 照着神给我们的优先次序 你必活在尊贵荣耀的里面 信修要结束了 只要我们尽本分 上帝就会照顾你的需要 这是这一段神经 神告诉我们不会忧虑 祂后面就会有供应 只要我们尽本分 神不只要我们吃饱 神更要我们居上不居下 居首不居会 神要我们是出眼蒙 入眼蒙 下个礼拜 牧师的重点会往这边去 让我们一起进入 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祷告 今天耶稣说不要忧虑 不管你听了多少 你说主是 你说不要忧虑 我就不要忧虑 我接受你的话 如果我们当时有人 你的次序是错误 回转说主 来到你面前 重整我生命的次序 或许我过去有很多原因 使我带来今天很多的破碎 很多错 但是主我回到你面前 好不好 我们同神开拳一起来祷告 我们仰望主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在一起的面前 耶稣帮助我们来 祝我 鼓励我们 现在我们 祝我 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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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你来带领我们 每一个都在你面前 我们大大的来赞美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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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荣美你 谢谢我们的祂 天父我们感谢 祝我们的话 永远安定在天 照你的话 去尊心的人 必然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要带你的儿女 活在超然 活在丰盛的里面 你不会让我们终日 活在忧郁 担心 惧怕 挂心的里 你要我们活在丰盛美好 主啊 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 你说我们比天上的悲鸟 贵重的多了 你说我们比百合花 贵重的多了 上帝 谢谢你恩待 让你的话 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 你今天到 说不要忧虑 我们就回忆你 主啊 我们不再忧虑 继续恩待我们 但愿我主耶稣 就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之道 有你一起说 来 守仑药 贵贵主